当然过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吃喝喝的 小心了这个年菜有质量高 摄取过量的话就会让身材走样 我们也观察到过年期间 其实医美诊所就涌进了一群享受又懒得动的人 但专业医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事前多多的咨询 选择适合自己的塑身疗程 才不会花了钱又伤害到健康 迎接新的一年 很多爱美的民众会选择进行医美疗程 来展现好气色 为医美诊所增加了三到四成的业绩 而过年期间不忌口的大吃大喝 造成身材走样 也让很多消费者上门咨询塑身疗程 对于享受又懒得动的人来说 医美塑身成为一大选择 专业医师就建议民众 可以挑选风险较低的非侵入室疗程 其实在过年期间 大家都还蛮机会开导的 那其实民众可以诉求 就是找一个就是不用开刀的方式 去达到受伤的方式 其实他可以没有恢复期 那基本上在两个月内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明显的效果 针对局部塑身的疗程 相当适合不想运动 也不想动手术开刀的人 而在治疗塑身后 要维持良好体态 还是得靠自己努力 我们用一个非侵入性的 帮你缩身的机器治疗之外 你可能还是要维持 那个规律的饮食啊 一个运动这样子 爱美不能完全依靠 医美技术 搭配饮食控制和运动 才是健康的不二法门 也提醒民众 还是要多多咨询专业意见 选择适合自己的疗程 才不会白白花了远往前 记者胡志欣 王志然 采访报道